台湾麻将就是真的是 没有绝对正确的策略或是进出牌 当下的感觉很重要 除了最大几率 大家都看得懂之外 当下感觉就非常重要 左边右边或是中路下路 就真的看感觉 很多时候你是没有拆搭 你是没有线索无稽可循的 刚才看到凯琳的筋牌又相当的顺利 筋这个中洞7条 那凯琳的牌还是 北风9条2万3桶都需要碰 对子有点多 表示她是三镜听 要吃一个才能听 碰到 等一下要拆搭了 碰一个再碰两个就听了 那这边正确的大字还没有打完 那正确把牌处理到可以完了 对 但是已经快中断了 那个北风持续先不打 哇 第一次愿 我就说那个凯琳的筋牌 这牌真的是很顺利啊 7万7条都这样给他摸进来 2万非常好 放弃2万对 北风3桶的一碰听 对 我觉得北风等下就要打 即将出现 就可以 哎哟 好打欸 为什么 他这样等下凯琳进3 6万 就很危险了 对啊 正确如果这个牌应该是要进攻嘛 对啊 那进攻为什么不 我觉得瑞文要打3万的 哇 那就 北风就不好意思了 凯琳姐 北风3桶 看一下正确的北风 继续2条 北风还有一张三丙的话 没了 所以就看这个 喔 正确那个北风是不是不想打啦 我都不知道 有可能下一张打一条 有可能打一条吧 或是跟打一桶 北风还剩一张啦 继续打 正确的牌都蛮尴尬的 再一支3万 其他人的牌是不是都 有点卡住了 是 但民宗是听中洞6条欸 门清的听牌 听的喔 真的欸 听中洞6条 又摸3万 3万怎么这么多啊 喔 撤退了 这是摸到什么 2丙 是进5丙吗 8丙 4丙 4丙 听5 8丙 也是门清 喔又8丙 退 哎呦 好险够长 扎实欸 这个 对 好险够长 但 正约 还是回到已经听了 对啊 凯琳的绝章 凯琳的绝章 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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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事 9丙 跟打2丙 5 8丙 7丙 不是 螺丝 5 6丙 决断这么快啊 诶 那4万抓一砍 然后 4丙抓一砍 然后去打这个7丙 因为 下 因为 下家 上面 嗯 啊 是海底的那个桶子 要出的比较 躲的那个上挂的桶子 7丙 7丙 哇 自己喊漂亮 是厉害欸 一摸5 独听4花 6台 6台啊 一摸3 4花独听 5台6台 tox 6台 什么 500 5AN 6台 6台 5AN